北京时间1月27日 2019澳网南单决赛 头号种子德约科维奇和二号种子纳达尔 迎来了第53次对决 胡歌和导演陈可欣现身澳网现场观战 照片中胡歌头戴鸭舌帽 穿着蓝电色T恤 挂着牌子在看台上看球 表情严峻 眉头紧锁的样子 非常的帅气迷人 据悉陈可欣在上周就已经抵达了墨尔本 为电影《李娜传》采集素材 此前则有消息称 胡歌将在《李娜传》中出演江山一绝 非凡娱乐时时报道